来朋友们下午好 我昨天已经把我的大宽挪到这里来了 我前一个停车场那里现在在铺路 这周边的环境非常恶劣 我的孙定制的瓶子和商标都已经到了 今天晚上要拿到厂里边去灌砖 去店里边看一下 刚刚在车里边27度 我真是有点无语了 就到这个时候了 现在还穿着半袖还很晒 贴好了 好快啊 我们大批贴商标的时候在厂里边贴 有专门的环境贴的 已经把它准备好了 那么快就上桌了 炒什么菜又没怎么喝 天哪 丰盛的晚餐准备要开始了 开灶了 这个晚上的直播也准备好了 今天晚上整我这个新的孙定制 这个鱼心草 对 有辣丝感 香味就出来了 这个鱼心草 我的最爱 就是我跟老板娘就因为鱼心草结缘的 来 走走 来 整一下 这款的孙定制肯定会大卖 这个这次口感太好了 很多朋友喝过我那个花酒 也有很多朋友问说你这个花酒和这个怀装 这感觉什么不一样吗 我这个花酒的口感是我按照我东北人的这个性格 聊的酒 比较浓烈一点 但是这个怀装呢就比较绵柔一点 现在这一款的孙定制这一款的就非常醇厚 一喝你就知道了区别在哪里 就是个人口感不一样 现在下午的四点多钟 老板娘发信息过来了 就要过去吃晚饭了 要带上点玫瑰花和精油 看看这买了好多种这个玫瑰花 最后买到了这一款是不错的 之前这两款当泡饺吧 这一款就非常一般 而且还有点硫磺味 这个你看一下这个和甜的玫瑰 闻上去是那种淡雅的香 而不是浓烈 浓烈的就那种就不太对的 拿一个精油给老板娘 每天蹭人家饭都不太好意思的 关灯 这一天时间好快呀 哎呦 早上七点多起的 到现在就没闲着 今天才有冬天的样子 前两天恨不得我要开空巢了 来朋友们中午好 我在茅台镇现在已经待了八天了 我这些天在茅台镇呢都是以直播为主 然后这些天直播都是好几次都被关了 关停了就是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呢就是口无遮拦 我的嘴比脑子快 所以我这个脑子管不住我的嘴 因为在直播的时候会有很多禁忌词 禁忌词的话 这一次鱼椒就有十斤 十斤我肯定要留下来五斤五斤 我明年小花又去到留学去了 我肯定还得给他带上几斤鱼椒 然后剩下五斤已经被网友给定了 一年到两年的鱼椒呢 你还多少能闻到这种鱿鱼的味道 再过了三年以后就任何味道都没有了 那鱼椒和这种酱香是不怕放的 放的时间越长越贵 一年长一次 严重的那种气血不足 气血两亏那种 就是你一蹲起来一起来就有点眼前发黑 甚至有点头晕有点耳鸣这种 就这个 效果太明显了 包括这种滋补品的保养品呢 就是我是很慎重去推荐的 其实很多东西包括燕窝啊海参这些 我都试过 吃完了也不觉得 也不会好也不会坏 但是好像效果也没那么明显 鱼椒是真的是 真的是挺明显的 第一次的鱼椒只有十斤 是为什么呢 是这个南欧岛的村民啊 他要盖房子了 所以南欧岛就是这样子的 他反正杀了鱼 他把鱼椒晒好了就存起来 反正他要不出钱的时候 他也不卖 那这个岛民呢 现在就准备要需要翻修房子了 所以就卖出来十斤 所以这个鱼椒这个东西呢 在南欧岛的居民眼中 它就是个钱 就是随时可以换钱的 所以他也不怕放 他只卖出来十斤 剩下的他可以继续放 反正鱼椒这东西 每年都会涨一些 哎呀 这么慢呢 干啥呢 今天车堵车晚点的 派货的那个车 我下了四个单对不对 都是你一样的吗 对 然后你给我装盒子 待会我问一下呗 行 好的 我先拍个照 这几份 今天又来了一个开箱 这是一个飞行相机 这个是自费的啊 这个品牌他也不认得我 在这个小某书上 看到了几个博主 在用这一款 我估计哈 这个品牌 接下来会慢慢的 会跟这些自媒体的一个合作 就是进行一个推广 但是我已经等不及了 他也不找我 那我就买了吧 就是这样子一个东西 试试哈 如果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那么好 我觉得还不错 那单兵作战的自媒体人 就需要这一种 环绕 俯拍 自定义 定格拍 悬停 悬停 渐远 跟随 跟随 等一下试试 最好玩哈 来回来吧 真的挺好玩 但是怎么录制 他已经录了吗 哈哈哈哈 朱笠 哈哈 我俩这么二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burned 炸 炸 炸 载 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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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